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不少精彩内容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电动汽车制造商Lucid Group 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 PIF是美元的巨额注资 对让Lucid的股价大幅上涨 这笔资金将以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进行私募 用于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 让Lucid有足够的流动性至少运营到2025年 同时日产汽车也不甘落后 宣布计划到2026才年前推出30款新车型 其中16款将是电动或混合动力车辆 希望通过这些新车型和技术提高盈利能力 在其他新闻中 日产还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指责了扩大其电动汽车阵容 开发更强大的电池并降低生产成本 目标是到2026财年 电动汽车将占其全球产品的40% 并占2030财年与汽油发动机车型的成本相同 此外北欧的电池制造商Northofit 宣布计划在德国开始建设一座 价值50亿欧元的电池工厂 这将成为德国最大的电池工厂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 最后我们还关注到了英国政府 对中国的强硬回应 首相Richie Selle将中国描述为 华时代的挑战 并宣布了21英镑的投资计划 以确保英国核工业的未来 同时副首相Oliver Darlene 预计将对与中国有关的个人实施制裁 这是对北京被指控 对英国民主进行网络攻击的回应 这些新闻反映了全球对电动汽车和技术领域的关注和竞争 日益激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动汽车制造商Lucidin-Shar特投资者 提供的10亿美元资金而大幅上涨 彭博胜 电动汽车制造商Lucid Group 将从Shar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PIA 获得10亿美元的现金注资 这是其最大的投资者 Air 30 Investment融资 将以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进行私募 用于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自2021年7月 与一家特殊务力收购公司进行密效合并上市以来 Lucidin-Shar特地址面临困境 明在2023年第四季度 在2023年第四季度报告了每股亏损29美分 而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表示 它有足够的流动性来继续运营至少到2025年 日产汽车计划通过推出新车型的技术 来实现盈利的电动汽车业务 日经亚洲 日产汽车宣布计划在2026才年前 推出30款新车型 其中16款将是电动或混合动力车辆 该汽车制造商希望通过新车型 技术和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电动化并提高盈利能力 日产汽车计划在2026才年前 销售额外100万辆车 包括内人机车辆和电动车 该公司还计划到2030年 推出总共34款电动车型 占全球销售额的60% 中国将是日产汽车的一个关键市场 该公司计划在2026才年 将销售额提升至100万辆车 日产成果积极推动电气化 以削减成本促进全球销量 加拿大环球邮报 日产公布了第二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旨在扩大起电动汽车EV阵容 开发更强大的电池 并降低生产成本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计划 在2024才年至2030才年 推出34款电动汽车车型 路标是到2026才年电动汽车 占及全球产品的40% 到本世纪末占60% 日产还计划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使其在2030才年 与汽油发动机车型相同 该公司计划从开发阶段 开始与供应商合作 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纳入生产方法 另外模型共享组件 它还将专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创新 日产股价在公告发布前下跌2% 日产计划到2027年投放30款新车型 提高全球销量 日本时报日产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放30款新车型 全球销量将增加100万辆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还计划削减成本 以提高隐秘能力 日产希望在2027年3月的财政年度结束时 实现超过6%的营业利润率 股东总回报率超过30% 白公司曾经是日产临风电动汽车的先驱 但在电动汽车市场上 已被特斯拉和比亚迪等竞争对手超越 德潮在欧洲工业领域取了胜利 开始建设电池工厂 彭博社料投放置计划在德国北部 开始建设一座价值50亿欧元 54亿美元的电池工厂 该工厂位于海德镇附近 将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 并将从德国获得9亿欧元的补贴和担保 该工厂将由风能供电 并在2020年26年开始运营时 雇佣约3000人 该工厂的年产能将达到60局 成为德国最大的电池工厂 宁德时代与特斯拉合作 开发快速充电电池 并向内华达州供应 彭博社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谢TLTL 正在为特斯拉研发更快充电的电池 因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正努力保卫其市场份了 并推出一款售价低于25000美元的 新电动汽车 谢TL董事长曾毅证实 谢TL正在向特斯拉在内华达州的工厂 提供设备 并且两家公司正在合作 研发电池技术以实现更快充电 谢TL还计划将其许可专利和服务模式 扩展到其他汽车制造商 并考虑在欧洲和东南亚建立生产能力 政府在面对北京威胁时 悲伤膜弱 道登宣布制裁 英国独立报 英国首相Rishi Salica北京被指控 进行网络攻击后 将中国描述为划时代的挑战 Salica的一家工程公司 访问期间发表了这些评论 并宣布了21英镑的投资计划 以确保英国和工业的未来 他表示 中国在国外日益强硬的行为 和国内的威权主义 对英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Salica还强调了 政府保护保护国家的承论 出手下 Oliver W即将对与中国有关的个人实施制裁 此前北京被指控 对英国民主进行网络攻击 达伦将向议会通报 中国是对选举委员会 以及43名议员会 以及43名议员和贵族 进行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 据报道 这次黑客攻击始于2021年8月 但直到2022年10月才被发现 英国政府应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方面 被认为国于软弱 并未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包括实施制裁而受到批评 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言辞 和宣布制裁的消息 出现在对北京行动和影响 日益关注的背景下 对英国机构进行网络攻击的指控 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侵略性行为的一部分 英国政府的回应 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整体转变 各部越来越紧急其行动 并寻求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 日产事严将电动汽车成本削减 三分之一以反击中国 英国每日电税 根据其二商业计划 日产计划到2027年将电动汽车EV的 制造成本降低30% 黑公司还计划到2026年 推出16款新电动汽车 以及14款内燃机汽车 较低的生产成本最终将使 日产能够降低其电动汽车价格 这将有助于其与来自中国的 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竞争 日产还计划更新 其在中国75%的汽车阵容 目标是在中国推出 八本新能源汽车制造商 希望在未来两年内 将其全球销量提高100万辆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技术共享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技术共享转变 中国正在将重面转向小而美的项目 强调技术专场的分享 而不是更大规模的技术设施投资 这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对美国竞争和限制的最有效回应中 对美视为中国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特别是应对美国竞争和限制的最有效回应 此举发生在中国寻求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绿色技术产业投资 并在太阳能和风能环保交通 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矿物制造的领域 分享专场的同时 中国科学家将航空母舰弹射技术 推向新高度 南华早报根据中国学术期刊 《兵工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北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已经为中国未来的航空母舰 开发了一种电子弹射系统 该系统与电动汽车具有相似的工作原理 可以在2.1秒内将一架30吨重的飞机 从零加速到每秒70米 几乎是目前对于航空母舰来说 太重的J-20隐形战斗机的两倍重 该系统还可以在2 6秒内将以每秒72米的速度 接近的飞机把飞机完全停下来 该系统预计将接手航空母舰上的甲板空间 并赋予其他军舰远程空中打击能力 科学家们已经建造了一个原型 并且测试结果证实了设计的可信印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军民融合 该国的制造业链正在增长 许多产品在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投行 包括电动汽车 小米发布SU-7电动车的价格 中国展厅开始展示该车 南华早报中国电子制造商小米将宣布 其首款电动汽车EB的官方价格范围 并于本周开始接受订单 小米的CEO雷军表示 这款名为SU-7的EB的目标 是成为外观最好看 最容易驾驶和最智能的汽车 价格低于50万元人民币 约合600000006万美元 该公司的目标是成为 全球前五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但SU-7将推出两个版本 分别具有最高668公里和800公里的续号里程 由于智能手机需求停滞不前 小米一直在寻求多元化发展 电动汽车业务 中国电动汽车战争 比亚迪通过大幅降价 挑战丰田大众等落后者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 正与丰田和大众等公司陷入价格战 为了赢得之前无法复拦得起 电动汽车的客户 比亚迪正在几乎所有销售的电动汽车 和混合动力车型上大幅降价 比亚迪的降价直接威胁到 丰田大众或日产等公司 这些公司一直努力进入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 交述业绩因此受到影响 此举还可能通过迫使较弱的制造商和令户关闭 来加速中国过度拥挤的电动汽车行业的整合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了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W 听阅各种简报 网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